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反望部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望部 好,今節就是世界時事都合一 第一則新聞可能會令扎尼斯基激到跳起 什麼事呢? 原來普京大帝的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 普京將會在不久的將來 而且是一個適當時機 會親自到烏東的頓巴斯地方 當然,去烏東的兩個地方 勞金斯克和頓涅茨克,而且親自訪問 之前,記得嗎? 普京的二人傳,亦都被稱為土敵,土敵的徒敵 梅德維杰夫 他就去過的 宣洩 宣洩主權 這次普京大帝 這次自己好 那時候是公投 過一段時間的,是不是? 公投之前沒有多少天 沒有記錯的話 那當然 其實這件事等於宣洩主權 而且 他亦都說了一件事 早前扎尼斯基 就不肯 是 傾和談 其實 現在普京大帝 亦都說 現在要 承認了 這四個公投區才肯和談 當然有兩個公投區 這個 哈爾松 其實 已經沒有 在俄軍的控制之下 雜波羅爾貌似都是在撤緊 所以跟我估計的差不多 最後就剩下頓巴斯 頓巴斯 俄羅斯會把 頓巴斯地區的兩個所謂共和國 共和國引號 現在 佩斯科夫亦都說 普京 近期就安排訪問頓巴斯的行程 肯定會在 很快適當的時候 就會 去那裏訪問 因為 那裏是我們俄羅斯聯邦的一部份 那當然 公投 當然 Elon Marks就說不如讓他們重新公投看看是不是要加入 流露飛起 沒錯 你知道扎尼斯基怎麼說嗎?早幾天 邀請Elon Marks 去烏克蘭看一看 會不會當著面罵他呢? 當然Elon Marks沒有帶領他 Elon Marks竟然 退縮這次 這次是好機會 又可以宣傳一下星典服務 你的星典在星典幾點 說回 現在 普京大帝 策劃去一次頓巴斯地方 這兩個 所謂共和國引號世界上未被承認 這四個公投區 九月份的公投 結果當然 很高 票數很高 佩斯科夫 是未有 具體日子 不過他就說適當時候應該都不遠 俄羅斯就說這兩個地方 都很想見到 普京的 因為當時 好像頓列遲刻的民眾 就有99%想加入 俄羅斯聯邦 勞金斯克有98% 噢 厲害 但其他不支持他那些 早已搬走了 留在那裏的 有些被迫白 短古不敢說 不支持 另外 台灣地區又不是叫佩斯科夫 叫什麼 叫佩斯科夫 也好一點 差得不夠遠 普京當然在今年10月5日正式簽署 吞併這四個 公投區 不過 吞併的過程當然不符合國際法 其實 普京親自去這些 靠近前線的地區 亦都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他 要向 全世界證明了我有能力 亦都說 我們 有重大進展 不過會涉及非常龐大的 保安問題 你記住 雖然你說是你的領土 但現在烏軍都會向那裏進攻 但如果他親自去到那裏 證明不射你 對 所以他是宣示主權 其實他們擔心有幾件事 第一 會不會有烏克蘭的特重兵 伏擊他 第二就是磨人機 第三 會不會 突然之間有什麼軍備射出來呢 以及其他的秘密行動 都可能會對普京大帝構成威脅 不單止是敵軍 其實 克里姆林宮 亦都擔心自己的士兵會造反 有很多 要做憤怒的士兵 在戰場上 其實他們 是不是 突然之間被人 拆反也有機會 這次的目的第一是宣示主權 第二 是提震士氣 不過 看到現在 赫耳松就是退了 所以普京為什麼要遲一點才去呢 他在計劃的貝斯科夫說 會不會在冬天之後才去呢 因為冬天其實 烏軍的活動能力就差了很多 會等冬天 冬天之後 一般人都會猜想你是冬天之後 是比較好的時機 如果你冬天之間這樣去 他們就比較難預測到 所以有機會去那時候 我覺得有機會去那時候 當然 貝斯科夫說適當時候 適到什麼時候 但是他就說不會很久 我想不會等幾個月後 應該是一兩個月之內的事情 我覺得 另外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昨天也發佈了一個 新的 Statement 或者報告 其實他就說 美國預計 老戰爭的節奏 要放緩 要放緩幾個月 不過會持續下去 當然因為烏克蘭的電網 和其他的 抵禦寒冬的基建 受到俄軍的空中攻勢很厲害 當然 西梅說烏克蘭人 二致未削弱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D&I 即這個部門的D&I 他們的總監 凱恩斯 在加州舉行的這個年度 叫做 列根 國防國際論壇上面就說我們看到 歐烏衝突的節奏有所放緩 其實報都報少了 所以美國就預計未來幾個月都是這樣 緩慢 是動的 戰士 會不會就是緩慢的時候普京大大去呢 現在當然普京 亦都說想和談 你不是承認這四塊土地是我們的 其實他可能逼你整天這麼快 不用談 早前說有得談的時候 扎蓮司機又不肯 這位 凱恩斯女士亦都說 烏克蘭和俄羅斯軍隊 都想 重新裝備 重新補給 為 冬天之後的反擊戰做好準備 但問題在於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事實上 對於俄羅斯是不是 可以確實 準備好那麼多東西呢 我們是抱懷疑態度的頂利 啊 那你有沒有說 你對烏軍有沒有懷疑態度 不是啊 他有說 在這個範圍內他覺得烏克蘭人 應該抱更加樂觀的看法 爛到這樣要捱爛 如何樂觀得起呢我想問 是的 那他 可能在冬天之後就可以 樂觀了 但是你要記住過了冬天 你不要以為你會補給別人不懂補給的 對不對 你真的當他是 是木 你當他是木裝來的 有 又可以補給他 他永遠不動 被問到 俄羅斯現在狂轟那些烏克蘭電力網和其他 民生機建設師 凱恩斯就說莫斯科的目的 只有一個就是削弱烏克蘭人的意志 他亦說我們目前沒有看到任何證據烏克蘭抵禦 的意志受到影響 當然就算有你也不敢說 凱恩斯亦認為 上次 奉德來欣 發表社交媒體的時候 不小心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10萬人 傷亡的 士兵人數他都急急刪斷 不是傷亡是真的離世 他後來 說有傷的 但其實他當時原話就是亡 你記住是亡的 其實他擔心是影響士氣 美國就覺得 普京 很詫異 俄軍 為什麼沒有取得更加多的進展 他就認為越來越了解俄軍所面臨的挑戰 但是 我們不清楚現階段 是不是了解他們眼前挑戰的全貌 我們看到俄羅斯 士兵士氣低落 供應有問題 後勤不足 一系列都是有問題 好像只是說到只有俄羅斯有問題 是否側面證明了薩尼斯基說謊 因為薩尼斯基說這些問題他們也有 除了士氣不足之外 他肯定說要多一點 如果你說 就算他 我當你有八成足 他都說不足 是的 肯定的 肯定的 海恩斯也說普京 對烏克蘭的政治目標似乎沒有改變 但是 美國的情報人士就認為他有可能願意暫停 縮減近期的軍事目的 背後的 主意就是 打算重新補給 之後捲土重來 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就是 來自 孟晚舟事件 最後經歷了四年 孟晚舟案 終於有一個 最後的結束 也是落幕 因為美國地方法官 就宣佈 撤回對華為CFO 財務總監 孟晚舟的罪名指控 這件事其實造成中美加三個國家關係 在四年當中相當緊張 現在終於有一個句號 孟晚舟本人 已經在一年多之前回到深圳 其實說真的 孟晚舟案之後 中加關係好感 但這陣子 小杜魯多 好像 吐錯了什麼 很勇武 孟晚舟案件初期 被人感覺加拿大被美國擺上台 很被動 但是現在 孟晚舟案都已經過了 但小杜魯多 就很主動 很主動去擴充 美國的法官 就是 駁回了對華為CFO 即是首席 財務官 孟晚舟的起訴 這件事就令到中美加的關係相當緊張 現在正式畫下一個句號 二年五十歲的孟晚舟 目前擔任華為 副董事長 輪席董事長 以及 首席財務官 他是華為創辦人 兼 執行長 任總 任正非 檢察官之前就指控孟晚舟 犯銀行欺詐等等的罪名 亦都說他在華為 的伊朗業務上涉及 誤到幾間銀行 令到他面臨 因為違反美國的制裁令 而 遭 處罰的風險 華為方面 並未對相關的美國刑事指控 是認罪的 在去年達成的 緩起訴協議當中 美國司法部同意 只要孟晚舟遵守協議條件 會在2022年12月1日撤銷對他的罪名指控 都算是說到早到的 美國紐約布洛克林 檢察官 寫信給地方法官 Donald 就說 因為孟晚舟 沒有違反協議 沒有違反協議 緊請 駁回 被告孟晚舟 一案的第3次更新起訴 法官之後就宣告 撤回子虹 並且 裁定 不再 起訴 2018年 12月1日華為的CFO 孟晚舟女士就在 溫哥華機場轉機的時候 加拿大警方 應美國政府 司法 互助請求 拘捕了當時46歲的華為高管 美國政府曾經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要求 但直到釋放之前 孟晚舟一直 被軟禁在加拿大 在溫哥華遠禁接近三年之後 他和美國檢察官在2021年9月簽訂了一份 延期起訴協議 其中他就承認 對華為 伊朗業務 是做了一些 不實陳述 在這個協議被批准之後 其實孟晚舟 在同一天 乘坐中國 政府的包機回到中國 當然 這些我全部是引述法庭的新聞 他釋放不久之後 中國政府 就馬上釋放了兩個Michael 即是兩名加拿大的公民 以及 以及一對被禁止離境三年的 美籍華裔子弟 美國一直到現在 都將華為視為威脅 就算年上個月 即11月25日 也禁止批准華為和中國的中興通訊 公司的新電訊設備 因為 他們又是說那句 國家安全 來來去就是那句 就是國家安全 當然現在 終於有一個 句好了 也是好事 但是 中加關係貌似這段時間也很差 因為 小杜魯多 不知為何突然之間相當勇武 又說 干涉我們選舉 但是 又貌似證據拿不到出來 是嗎 我們之前都說過 最可疑的是 你有證據的話 你會隔了三幾年才會拿出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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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證據 不會那麼小動作 大鑼大鼓 大鑼大鼓 當然是 這是第二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關於足球 但是這也是一個 特別的新聞 其實 有些國家就叫足球 有些就叫足球 在荷蘭隊 3比1戰勝美國隊之後 其實 這個荷蘭首相 呂特 就轉發了 美國總統拜登一條推特的推文 他就說 Sorry Joe Football won't 即是 足球 Football這個英文贏了 賽前 拜登在這條推特那裏就說 為美國足球隊加油 並且 強調我手中這個足球叫Soccer 不是Football 這個 很無聊 說真的 我們也叫Soccer 澳洲也叫Soccer 但是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都是直接叫Football 因為我們的 澳式足球有些叫Football 但是更加多人叫Football 澳洲就輸了給阿根廷 美國的 知名體育網站 發了一條推特 感慨 說Soccer 真的很艱難 因為 其實他的意思是Soccer 代表美國 其實也不止代表美國 澳洲也叫Soccer 最後一輪比賽 美國 對荷蘭當然輸了 值得一提 原來之前兩個星期的時間 美國觀眾 以創紀錄的 因為美國 這個足球 即他們Soccer 我們叫Football 澳洲也叫Soccer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叫Football 其實 觀看 他們前三場比賽 是破了紀錄的 想不到 對於這場 淘汰賽 美國觀眾更加 是很期待的 一個原因就是 如果美國可以贏的話 他們 將會進入一個 叫做 一入到八強 最平了他們的世界杯最好的紀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賽前 美國總統拜登還跟美國 國家隊的隊長 阿當斯 合照 並且放在推特上 亦都說 希望決戰之前 美國隊好運 他亦都說明 It's called Soccer 不是Football 視頻當中 位於 當然 美國隊隊長當然是多下 總統先生 你好 然後踢了球 他做了一個 好像拜登在白宮接著球的意思 其實這個也是 站穩 阿祖 站穩 站穩 不要做這些 那麼大的動作 拜登拿手接著 他就說 It's called Soccer 美國隊加油 你們一定會成功的 那麼當然 你一講Soccer 對於很多 不是叫Soccer的國家 當然 是很大的 這個 爭論 其實沒有什麼爭論的 英式英文 美式英文 澳式英文 之間 澳式英文都叫Soccer 在英國 就叫Football 其實在歐洲都是 在 美國 通常 足球就叫Soccer 除了英國 很多的 歐洲國家 外爾蘭除外 也叫Football 而在 美國 之外的加拿大澳洲 都是習慣叫Soccer 另外 在美國 Football就是指這個 美式足球 或者叫美式橄欖球 這個才是美國第一大運動 是 價值最高的聯盟 因為美國人一般就稱 這個 美式橄欖球就叫Football 當然有網民反駁拜登就說 世界上其他人不同意你的觀點 因為 足球是用 腳 Foot 來踢的球 球 所以加上就應該叫Football 哈哈哈 他就說 這個美式足球 他是用 Pan 還有 橄欖球 他就用Egg 即是雞蛋 所以就說 只有你們美國人叫Soccer 不是 其實澳洲人也挺Soccer 哈哈哈 這個也沒什麼問題 拜登的祝福 貌似就燈死了美國 因為在這個 美國隊又不是 踢得 太強勁那一隻 因為事實上看排名 美國隊和荷蘭隊的差距都很大 這樣說 雖然 年輕的美國隊衝擊力十足 始終荷蘭隊各方面都更加好 技術 技戰術水平高很多 所以荷蘭是三比一贏了美國隊 成為第一支進軍八強的隊伍 之後 荷蘭的 手上呂特更加說 對不起 Football是贏了你Soccer 阿Joe 哈哈哈 其實基於這個習慣用語 英國的媒體 一般來說都是 Football 雷特 反擊拜登這件事情 亦提出了有人說 用比賽結果來定義足球的稱呼 如果阿根廷贏了澳洲 我就認為這個足球 根本不是叫Soccer 叫Football 那麼 駐馬也有的 那邊贏面很高啊 老闆 因為其實這個拉丁語 各讀音都是比較像Football 哈哈哈 這個沒什麼所謂 大家的語言不同 其實 最梅的隊伍 我們都說過 就是德國 被人笑了 但是呢 其實其他的結果 好像 烏拉圭 出局 其實我都很傷心 看到這個薩瓦蘇 Soharis 蘇瓦雷斯 是 出局了 還有卡雲尼 卡雲尼我很喜歡他的走位 如果你看過他作為中鋒 其實走位很漂亮 說回吧 美斯大領的阿根廷2比1 戰勝了澳洲 晉級8強 通常 所以他們說你們用Soccer 美國和澳洲經常用Soccer 隊伍都被淘汰 用Football 不關事 關實力事 只可以這麼說 關實力事 這個ESPN當然是美國人 難道Soccer真的很艱難 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兩個都是 意料之內 你說南韓和日本這兩個是意料之外 真的 很多人真的不拿碟 應該大量的人是輸了銀的 說真的 對呀 尤其是你們大馬 很多裝 真的不妙的 不是開玩笑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